現在就是怎樣可以修補一個Sensun的Android 因為這陣子Sensun的手機不知出現了什麼問題 當你一部機 譬如你下載了App 進去之後 如果是update 了的話 當你要刪除的話 你是不能刪除的 譬如比方說 譬如我開了Youtube 這樣說 譬如你開了Youtube 之後 譬如你不用 譬如你開了Youtube 你不用 譬如你開了Youtube 譬如你關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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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關掉之後 其實它裏面有一個program在run 譬如你按這個中間鍵 它應該有一個App 還在裏面 你可以刪除它 但自從Sensun不知出現了什麼問題之後 有時候你按不到它 而且它是完全變成Fusion 之後它會出了這個問題 出現 譬如你按了這個東西 譬如你開了這個東西 那你剛才有Load了一些東西 那你再開 你Suppose 應該有一個格子出來的 但它是開不到的 那你再按 它是Fusion了 其實有一個方法的 譬如說 譬如你有這些情況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首先 先進去Sensun裡面 有一個setting 你進去Sensun裡面 好像現在這樣 因為你按了它是Fusion了 因為它有些App 裡面 它自動update之後 它很多時候都是跳了這些東西 整部機器是動不了的 動不了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不知道它裡面Sensun 是update了一些不知什麼的program 所以令到所有的手機 就全部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首先 譬如說你開了之後 你一定要走回到那個Application Manager 那開了之後 你全部所有的App 比方說 你這個App 你開了它 那它有一個這些程式出現了 好 出了之後 你最好呢 你最好呢 就是和它是 全部都停止它 OK 你的手機裡面呢 去到最後那個 About device 你一定要開了它 開了之後呢 有一個叫做Software update 你將它的... Sorry 按錯了 你按它的Software update之後呢 它說automatic update 你一定要刪除它 你不可以再給它automatic的 因為... 有些程式 譬如你download了下來 我不知道哪一個程式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所以呢 你盡量呢 就不可以給它automatic update 那之後呢 你走回去... 又是setting裡面 那然後找回你所有那些 Application的Manager 那譬如說 打方 你見到 有些... 這些這樣的程式呢 你開了它 你最好呢 就將它... 就是... 全部... stop了它 一定要stop了它 因為如果你... 不stop了它的話呢 它其實呢 基本上呢 你裡面的程式會搞到很混亂的 而且是動不了的 那當你關掉了之後呢 那... 關掉了之後呢 搞了所有的... 不用的那些呢 那你可以看啦 譬如... 不需要用的 你盡量刪除它啦 那譬如說... 這些你不需要啦 那你不需要的話呢 那你不需要的話呢 你最好就是... uninstall它啦 因為有些... program呢 你放了在那裡的話呢 它會搞到... 整部機器會... 剩下啦 那你盡量... 不用那些... 要uninstall它 是... 這段時間出現了這個問題啦 但之前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的 就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它會出現了這些問題 那之後就搞到... 整部機呢 就剩下了啦 那... 好像這些這樣啦 全部要uninstall它啦 不用那些... 如果你不用呢... 之後呢... 就要... 現在出了去啦 那出了去之後呢... 就測試一下... 它會不會再出現這些問題啦 那... 之後呢... 那我再按啦... 那... 現在它可以出回這些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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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就可以拆除啦 就是因為... 它現在呢... 就是因為... 現在... 它那個... 它update了這些... application的update之後呢... 就會搞到你整部機械了 所以按的呢... 都出不到 因為... 如果... 你用那些app啦... 你儲藏在裡面的話呢... 那... 你一路一路接著的話呢... 你的電池呢... 就會很快玩完啦 那... 你盡量... 譬如說... 你有些app是不用的... 那你就盡量呢... 就將它是... disable了啦... 或者... forse stop了它啦... 或者... uninstall它啦... 那... 那部機呢... 就完全可以運作正常啦... 那... 其實... 因為你那些app呢... 大多數呢... 是... 某一個app呢... 是會出現了問題... 會搞到... 整部Senseon機呢... 會縮掉的... 因為我... 本身呢... 那些Senseon機呢... 都是... 有兩部... 兩部都是同一個問題的... 那你說... 如果... 一部機出了問題的... 可能那部機的問題啦... 但是我... 其實兩部機都是... 有這個問題啦... 就是... 將所有... 你不用的那些app... 刪除了它啦... 你看到裡面呢... 其實... 這一部機呢... 基本上... 很多app都沒有什麼啦... 但是它都會縮掉啦... 所以... 基本上就是... 你要用的... 你就可以... 被它保留住啦... 那... 譬如說... 有時候... 你想... 啊... 要用那些app呢... 你就可以... 不DISABLE它啦... 就保留住放在那裡啦... 那... 如果... 譬如你是不用那些app呢... 那... 你可以Delete... 就是Delete... 或者...False Stop了它... 因為...其實... 其實... 跟機裡面呢... 它永遠都會黏住... 那些app的... 其實就不要緊要啦... 那你... 安裝了它之後呢... 那... 它的app在那裡... 但是它就不會運作到啦... 而令到你的部機呢... 都會正常到啦... 起碼... 你這樣一按... 那... 它起碼會出到這塊東西啦... 如果不是的話呢... 它其實呢... 是出不到這塊東西啦... 我也會再次啟動啦... 那些帳東西... 所以... 到... 我的地方... 很糟糕...